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雞腿爸開快車頻道 我是雞腿爸 要帶大家來玩賽車計畫3這個遊戲 今天這支影片是賽車計畫3生涯模式的第五集 我們進入到路車一組日系根源的主場競速這個小關 日系根源的主場 那當然就是在日本的賽道 Sportsland Sugo會在日本工程縣是個真實的賽道 這是賽車計畫3生涯模式當中出現的第一個真實賽道 是以3D雷射掃描精準的數位複製 這個賽道是三夜摩托車隊的官方測試賽道 摩托車賽的路線在這個大彎道中間多了一組連續彎道 四輪車賽的路線沒有 國際賽車聯盟認證2020年重新測量的總長度是3.5867公里 Sugo的賽道路線圖上面總共標示了13個彎道 賽車計畫合併了一些連續彎道只列了10個 這種真實賽道雞腿爸建議一定要練手 幾乎每一款賽車模擬都會納入 這一關記得爸選的車子是Nissan Skyline日產天際線 GTR R34這一款 這台車也是經典名車 外號叫戰神 曾經出現在很多動漫和電影當中 玩命關頭2男主角就開了這一款 1999年日產天際線 Nissan Skyline GTR R34 原廠配備雙渦輪引擎 性能指數254 在路車一組的日本車當中 除了DLC的車款以外 只輸給本田喜美Type R 前置引擎 四輪驅動 重量1625公斤相當重 輸出動力250千瓦 相當於335匹馬力 是這個級別當中動力最大的 加速性能37.8也是最快的 極速27.2略低於本田喜美 操控27.9在這一系列的日本車當中 敬賠莫作最差的 煞車33.2是一般水準 我們來看一下雞腿爸的改裝 因為這台車最大的問題 是重量1625公斤太重 所以雞腿爸選了 輕量化的賽道減重 操控提升5.9 相當不錯 加速提升13.7 這個就厲害了 煞車提升3.7 也是很不錯的 改裝的結果重量減輕了325公斤 操控性能提升到33.7一般水準 極速完全沒變 但是加速大幅提升到51.5 這一關Sportsland Sugo GP賽道的比賽 10段是在黎明 天氣從頭到尾都是下雨 賽道是濕滑的狀態 但是雨勢不算太大 跑完兩圈都沒有積水 難度不算很高 最低難度的挑戰 要征服7個彎道 就是完美過彎7個不同的彎道 第二個挑戰 牽引一個對手5秒 這個跟上一關的挑戰是一樣的 雞腿霸就不再示範了 最高難度的挑戰是贏得比賽 雞腿霸覺得這個並不難 所以這支影片主要的重點 就是在雨中完美過彎的挑戰 由於雨勢不算太大 不會積水 AI難度的設定 雞腿霸還是設定在最高難度 輔助也都沒有打開 對賽道不熟悉的話 可以打開賽道指引 下一天賽道施滑 雞腿霸選了這台天際線GTR改裝之後 加速性能51.5相當的猛 油門控制必須相當細膩 不然的話很容易在加速時失控打滑 雞腿霸建議 不要打開輔助控制 比較容易練就細膩的煞車和油門控制 實在不行的話 可以把車身穩定控制打開 這個車身穩定控制就是ESC系統 會對車上的四個輪子的煞車 各別控制 當感測器偵測到側滑發生時 會降低引擎的轉速 並且對打滑空轉的輪子 啟動ABS煞車 停止空轉的現象 這在施滑的路面有很大的幫助 大部分各級的比賽也都會允許使用這個車身穩定控制 牽引控制這個就是TCS巡機控制系統 用來防止加速過猛導致驅動輪打滑 假如實在控制不了油門 加速時頻頻失控 可以打開這個輔助功能 這個也是大多數比賽允許使用的裝置 它有低跟高兩個檔次 差別在於容許的打滑量 假如設定在高幾乎不容許打滑 會大幅降低動力的輸出 機嘴巴還是寧願用腳來控制油門就好 不要依賴輔助系統 練就控制車子在打滑邊緣的狀態 才能跑出好的成績 調校一樣是開個新的欄位 裡面的設定通通都是綠色值 機嘴巴習慣在倒數最後一秒的時候把油門踩到底 起跑時感覺到輪胎將要開始空走期 回一些油門讓輪胎恢復抓地力再踩到底 這台車輕量化之後加速性能大增 所以一開賽就輕鬆地衝到了最前排 假如要挑戰牽引一個對手5秒的話 就必須先待在對手車的後面5秒 這一關的重點在挑戰7個完美過彎 機嘴巴先來講一下過彎路線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先從賽道的最外側減速 並且向賽道的內側靠近 通過彎點點的時候剛好切到賽道的最內側 然後加速並且無限接近賽道外側 最後在完全出彎的瞬間觸碰到賽道的最外側 簡單的說就是外側 內側 內側 外側的概念 這樣的路線通常比較容易維持較高的車速 幾乎所有的單純彎道都是以這種路線來過彎 再搭配正確的減速和加速 就能拿到完美過彎 這個賽道的2號3號和56789這7個彎道都算是單純彎道 路出彎的路線都是外側內側外側這種基本路線 除了過彎的路線以外 還要注意油門和煞車的細微控制 旅間路面濕滑 再加上加速性能優異 在彎中加速時 絕對不能過猛 練習將油門控制在輪灘即將空轉打滑 但是又不至於失控的臨界狀態 直到車身擺正才把油門踩到底 1號彎道和4號彎道比較複雜 這兩個彎道都是連續彎道 1號彎道是由右彎接一個短直線 再接一個右彎 一開始練習的時候可以當作兩個獨立的右彎 練到熟練之後速度夠快 就自然能夠把這兩個彎串在一起 當成一個彎道來跑 4號彎道則是左彎接右彎 S型的連續彎道 過這個彎道的路線 就變成外側 內側 內側 外側 從外側減速 通過第一個彎頂點之後 要立刻切向第二個彎頂點 所以是兩個內側 之後出彎加速才又到外側 這個把控制剎車的方法 是在進彎的減速點 直接把剎車踩到需要量的最大直 然後在輪胎鎖死之前 逐漸鬆開剎車 並且帶著少量的剎車入彎 這種剎車的控制法 叫做Trail Braking 雞腿怕會在將來的影片中 進一步講解這個剎車技巧的細節 10號彎道則是難度很高的高速彎道 這個彎道的後面就是通往終點線的大直道 10號彎道出彎的速度決定了大直道的車速 因此要盡可能的提高出彎的車速 必須把車子控制在輪胎抓地力的極限 幾乎在滑行的狀態 以後的影片中會介紹這種高難度的高速彎道過彎的技巧 這裡就先不講這個部分 好 雞腿爸以第一名的成績完成了比賽 並且拿到全部10個彎道的完美過彎 輕鬆通過挑戰 假如還喜歡看雞腿爸開快車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還有訂閱雞腿爸的頻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